嗨,Tajibana channelです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不好意思,今天是一個非常時期 所以老師簡短做一個 這不是什麼特別目的的影片 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是要跟大家宣討一下 在這個疫情防治的時候 我們國人們,我們大家各自可以做什麼樣 可以讓自己能有健康的身體 第一個的話 你口罩的部分老師先講一下好了 現在衛福部還有我們國家 他對我們真的非常好 他都會,雖然我們口罩大家都不太夠用 每天在7-11或是各大超商 他還有康氏美也會啦 他就是會有這種 這種口罩 一個人一天可以買一次一包啦 一包他給你三片 為什麼給你三片 因為這一片平均用四個小時 你就要換 所以呢 你大概一片三 一包這樣子 一包三片 三片的話你用12個小時 12個小時用完了 你就連續戴的話 12個小時你就要換掉 4個小時 一片4個小時 所以換完要用12個小時 也等於你在外面 那記住 那或者是你要買這樣子的口罩也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開始上班了 所以我相信口罩 其實國內的話會慢慢 慢慢補足 所以其實同學們 不要大家 不要去囤積口罩 因為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造成 就是有真正需要的人 他們用不到 其實我們國家就是很辛苦 大家都是進口國 我們口罩進口國 所以口罩的部分 其實有時候也要在進口 但是我們國內 其實大家也要 有給 就是拿剛剛好的部分就好 不用一直去搶購 也不要準急 那這個是老師之前買的 那我買的是中衛的部分 那中衛的話記住 可以買的話就買 醫療用的 醫療用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這是防衛疫情的部分 那第二個我跟大家講一下 戴口罩的方法 那其實老師可能沒有說 非常非常的專業 但是我所知道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還請大家 可以不定給予一些指教 因為怕焦壞大家 不好意思 那主要再講 下面也會公佈我們那個 衛福部還有健康署的那個 戴口罩的連結 給大家參考 那其實就是 你拿口罩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打開看一下 這口罩是不是完整 是不是完整的部分 那看看這個部分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OK的話 再來就是要 好 第一個先打開它 再來要戴它 那戴上它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怎麼樣分變正面跟反面 正面的話 通常有顏色的話 顏色面要朝前 記住顏色面是朝前 不是朝後 那如果沒有 那種很明確的顏色面 比如說黑色的 活性灘那種 其實活性灘是 聽說啦 效用好像不是那麼好 所以還是要以醫療用的為主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看它的字 看那個字 有沒有看到字 字的部分 字的部分 正面 朝你 聽得懂嗎 不是讓它帶反的 這樣子就反的 有沒有 字就帶反的 這個CSD 這樣子就正的 這個就是朝前 因為顏色朝前 有沒有 有顏色 那另外一個是摸起來比較 柔軟 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柔一點的是朝內 它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判讀 所以不要戴錯 戴錯等於沒戴 第一個先打開口罩 看它有沒有錯誤 第二個呢 我看了一個日本的影片 它是這樣教的 這樣子 然後呢 它說先對折 口罩先對折 這樣子 我們國人那個政府也有講 對折之後 拉開 把它拉開 對折拉開 然後這樣子 為什麼呢 你等一下看 拉開之後 你就把它打開 變成這樣 半圓形 然後你就戴起來 戴起來之後 上面這個 把它壓緊 然後下面 記得下面 要蓋到你的下巴 好 那完了之後呢 下巴這邊戴一下 可以 好 那這邊要記著 把它壓緊 有沒有 鼻子這邊 不要有縫隙 這邊有縫隙 等於沒戴 好不好 現在好 那旁邊記住 不要漏風 那怎麼測定 好了沒有 你就這樣呼吸 這樣 看我 有沒有 稀稀看 它這個會 會塗貼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口罩呢 怎麼樣 它OK的 你的戴法是OK的 那你拿口罩的時候 怎麼拿 因為我這個已經戴了 就不想拿 這個 我拿給你看 假設我們今天這樣戴 對不對 你拿下來的時候 第一個先這樣拉開 打開拿下來的嘛 先記得拉耳朵 旁邊這個 拉開打開 第一個 把它這邊對折 對折哦 所以你裡面的呢 就變成外面了 聽懂嗎 把它對折好 對折好之後呢 再把它折起來 這樣 然後就拿去丟掉 你不要拉它耳朵 拉邊邊的部分 你不要去 從中間這樣一直抓 有沒有 你的手就中招了 聽懂嗎 吸力命員坐在這邊 你一拿你就中了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注意 好 那最後一個 講一下補習班的部分 好 補習班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 自我管理 就是說來這邊的同學 我們一律都要求要戴口罩 然後呢 你們也要 我們會幫你做消毒 跟測量你的體溫 那如果有體溫的同學 就是他發燒的同學 太高的同學呢 那就可能會請你回去休息 那這段期間 如果你有課程上面 基礎班的同學 有需要補課的 一律線上 讓你補課不用錢 那希望這個疫情趕快結束 我們台灣可以大家 勇敢向前衝 越來越好 好不好 就這樣子 今天影片很簡短 就到目前為止 那發燒的話 測量 你自己測量的話 它基本上是37.3 這比較嚴格的標準 37.5 有些人想 37.5才算發燒 但是 如果你要小心一點 上7.3 你就可以去篩檢 去那個 醫院的話 都有發燒篩檢站 你可以去算 就是去看看 大概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 可以公渡這個難關 加油囉 台灣加油 世界加油 拜拜